这个视频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 惊心动魄的基督山伯爵 故事的主人公在登场的时候 可谓是意气风发 唐太斯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代理船长 而且马上就要迎娶自己的未婚妻美蒂斯 但厄运却从天而降 唐太斯的两个朋友费尔南和唐格拉尔 出于嫉妒诬告了唐太斯 当警察把唐太斯带到法院的时候 法官维尔弗也出于不可告人的秘密 把唐太斯扔到了监狱之中 判处众身监禁 但塞翁施马焉之非福 在监狱之中 唐太斯偶然间遇到了法里亚神父 并在神父的教导下 学习了意大利语 希腊语 西班牙语 经济学 修辞学 数学 天文学 等等学问 更是从法里亚神父口中得知 在地中海的一个名叫基督山岛的小岛上 隐藏着巨额的财富 唐太斯看到了复仇的希望 就从监狱中逃脱 来到了基督山岛上 想要获得这巨额的财富 如果总是这么平铺直续地写下去 但他肯定会觉得 太假了 大众马就在各种细节中告诉读者 唐太斯拥有过人的能力 来支撑他的复仇 当唐太斯看到埋藏有宝藏的洞穴之后 并没有急于进入 而是又放下了他的贺嘴锄 抓起了枪 爬到最高的一块岩石顶上 从那儿向四下里观望了一下 你看他够谨慎的吧 如果这并不能打动你的话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当唐太斯打通洞穴 找到宝藏之后 也并没有进去 而是站在洞口沉思了起来 你能猜到他在沉思什么吗 原来唐太斯嗅到了一股腐臭味 为了避免中毒 他出来等了一会儿 让里面的空气换一下气 然后再进去 怎么样 他的心思够缜密了吧 当唐太斯在洞中摸到了实实在在的各种珠宝之后 第一反应也并不是狂喜 而是详细查看过这些宝物以后 像一个突然发疯的人似的冲出洞外 跳到一块可以看到大海的岩石上 在巨额的财富面前 唐太斯并没有失去理智 而是来到岩石上 确认身旁 没有人可以威胁到自己 大众马就用这种细致的描写 一点一滴的增强文章的真实性 让大家都进入了基督山的世界 基督山伯爵之所以著名 不仅因为他描写细致 更在于这本书将个人命运与历史做了深度结合 无辜的唐太斯之所以会被诬告 就是因为他无意间持有了被废除的 拿破仑皇帝的策返诏书 这封拿破仑亲手写旧的书信的收信人 正是检察官维尔弗的父亲 这也就难怪一贯公正的维尔弗 为什么要错案错判了 这种将虚构人物置于真实历史的写法 让读者产生了一种时空错位感 真实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很舒适的入口 让读者进入虚幻的世界 真真假假之中 读者也就沉醉其中了 好了 想要知道基督山之后是如何复仇的 那就自己找一本基督山伯爵来看一看吧 之后我们进入下一讲 三个火枪手 现在快去打击响金币吧